今天Style Knowledge的单元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非常知名的时尚部落客 也是亚拓的时尚总监 Anne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看到我们两个人身上穿的 两套不同风格的服装呢 其实她都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华人设计师 她叫做孙大为她设计的 我觉得Anne也非常有慧眼 你自己除了是时尚部落客呢 常常也撰写很多不同的文章 小红姐也知道呢 你常常跑各大服装周 然后也让你找寻到 很多不同优秀的这些设计师们 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 那今天是不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位孙大为设计师 这位孙大为设计师 其实本人呢是从巴黎制衣工会毕业 毕业后她就开始在巴黎市佳琪下 跟John Galliano 还有现在LV总监Nikolas一起工作过这样 之后她就创立了个人品牌 就是我们现在身穿的这个衣服 叫做Bella Nino 那她也是一直留在巴黎进行这个设计的工作 是 品牌到现在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 OK 这个品牌其实还蛮受国际的名模喜欢 那像是孙飞飞 辛孟瑶跟居小文 她都有身穿这个衣服参加中国各大时尚活动 是 对 那你真的也很有慧言 想到跟他们合作 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 让你开始跟孙大为合作的呢 因为我本人也是在巴黎的时装工会学院毕业的 那其实同校朋友刚好是孙大为先生的助理 第一助理这样子 所以我就有幸能够认识孙大为先生 所以这样的经缘下就是很有幸的能够引进这么高质的品牌来台湾 对 你的雅拓的世界里面也不光光是很多知名的服装品牌 那也包括了像有些香氛啦 或者是一些包包啊 配件啊 其实也都是用你独特的眼光去特别选购 然后呢带到台湾来的对不对 对 我觉得其实世界各地有非常多优质的设计师 结合世界各地不同的元素 不同的风貌跟不同的文化 展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 那其实我会引进这么多激烈的作品呢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每次看到那些产品的时候 都非常的令我感到惊喜 那很多元素其实是台湾目前还找不到的一些元素 是 我们今天我们两个人身上的作品呢 要不要请你介绍一下 这个线是贝拉尼弄今年的代表款 这件好sexy哦 那它的蕾丝非常的厉害 它是用跟Dolce Gabbana同样意大利的蕾丝的工作坊 里面的一些布料去生产的 这件衣服非常会修身 基本上它很服贴 但是看起来就是每一个人我觉得可能都有机会驾驭 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 就是因为有时候其实蕾丝那么贴身 不是那么容易穿 然后它在胸前的部分 对就看起来完全see through 但是你又完全看不到 看不到 对所有的隐秘性呢 其实不会让你一览无遗 真的好sexy哦 那小红姐身上的这一套呢 小红姐身上的这套也是它们今年的元素 就其实是今年冬天大家都知道 其实灰格元素在秋冬的服装里面 占了非常大的比例 对而且毛泥的这个特性其实是法国一直来 不管shonel啊或者是其他品牌 都会运用毛泥这个布料去做很多的设计 那小红姐现在身上穿搭的呢 它就是它今年也是很知名的look 就是以灰格的外套配上它有立体剪裁的圆裙 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今年裙子的长度 其实大家没有像以前流行mini裙要走sex phone 其实最近越来越多是走端庄稳重的感觉 对 我觉得现在的女生非常的多元 对 她也会按照你自己的style 让你更多的不同的选择 譬如像这条圆裙的话 穿起来其实有呈现优雅感 但是有一种俐落帅气的感觉 对 然后呢 这个料子真的是太保暖了 对 在我们美光灯照射之下呢 我觉得更加温暖 然后这件衣服的上衣呢 也会呈现一种帅气男孩的感觉 对 有点小中性风 但是呢 也非常的带有时尚前卫的感觉 OK 好 今天非常谢谢安慰我们的介绍 也希望大家都喜欢这位森大卫议设计师 谢谢 对就比较好地下来吧 对 这个我们也会有声音乐啊 这是部分人费的声音乐啊 对 这个我们也会给人带关注我